放學時間 這名男生跟同學走在路上 邊走邊低頭找包包內的東西 沒注意到前面 停著一台店家的貨車 結果他的臉不偏不倚 整個打在貨車的後照鏡上 男生完全沒有防備 被後照鏡扒臉 這一下顯然很痛 男生彎下了腰 沒想到下一秒 他竟然出腳 狠狠踹向貨車 低頭是他自己本身的個人行為 對 他必須要為自己的行為 不能因為錯了 就把車子錯過在別人身上 像是老修乘路一樣 男生踹完貨車 趕緊把眼鏡扶正 還叫後面跟著的同學 要小心貨車的後照鏡 店家這時發現車子被踹 出來喝止 後面的同學 還不斷向店家道歉 似乎對朋友踹車子的行為 不以為然 當時貨車沒有違規停車 而男生踹車的過程 也都被店家的監視器拍下 雖然店家不打算要求賠償 卻對事發過程相當低調 不願多談 像這樣低頭走路不專心 的確很容易發生危險 而撞上車子還踹車 到底該同情車子 還是該同情人 同情那個車子 為什麼 因為那車子在那邊好好的 他本來就停那邊 車子的確是停在他可以停的地方 對那主要是他 就是低頭沒有在看路況 時下的低頭族 走路或開車不專心 發生車禍的事件實有所聞 如果真的發生萬一 恐怕不是踹車子就能解決問題 這有韓志欣黃總銀台中報導